是 下面一场比赛 学有洪峰海星中学 对阵南方广大中学 我刚刚看视频的时候 听到海星中学说 他们要对自己的步兵机器人 来多加一点改造 一点改进是吧 我们很期待 看他们会不会在步兵机器人 上面有什么发挥 对 因为其实工程机器人的战斗力 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我们还是很期待一下 步兵机器人来给我们 带来全新的亮眼表现 是的 不过我们知道 工程机器人的改造 是无线 无上线的 是 没错 因为它的 是 你只要发挥你自己的创意 你可以把它改得多好 就可能好像刚刚的那个 大魔王一样 可以把它改成一个 直接对面的核心轰炸去造轰炸 或者是你可以更厉害的 直接一开始自动化进程的时候 就直接把那个大弹给拿掉 对 这其实也考验了 我们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方的工程机器人 广大中学的工程机器人 我们也看一下这两位中学 这两个中学能不能在前30秒的 自动化阶段能不能给我们 带来一点新的东西 是的 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海星中学在下午的时候 已经打过一场比赛 但是广大中学的话 这是下午的第一场比赛 这样对选手的状态来说 有没有什么影响 您知道吗 其实的话我觉得 作为一个选手来说 无论你之前的战绩怎么样 这一场比赛 你就应该把它当成 最后一场比赛来打 把它当成总决赛来打 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是的 但是我相信海星中学 在打过下午的第一场比赛之后 已经进入状态了 已经可以知道了解有经验 知道怎么会去应对 这个在场的压力 是的 可能会这个在海星中学 海星中学可能在这方面 会超少些的占优 好的 那么离比赛开始 还有1分20秒的时间 双方都回到了自己的操作间 走着最后调整的阶段 应该还是要测试一下 我们的操控间和机器人之间的联系 是 而且我看到他们队友之间 其实也一直在沟通 商讨一下战略上面要怎么布置 对 我们因为是团队战 所以队友之间的默契是十分重要的 我给你一个眼神 或者是我操控的机器人 有一个动作 然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配合我 这才是最高的团队配合的一个境界 毕竟这是一个4V4的一个团队竞技来的 没错 因为有两个步兵机器人 和两个工程机器人组成 对 就算是工程机器人 表现多么亮眼也好 也不能忽略了步兵机器人的存在 对 每一份子都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有步兵机器人的cover之下 所以工程机器人才可以那么完美地发挥 离比赛开始 还有最后30秒 方方的选手已经进入状态了 看到他们已经非常投入 摩拳擦场 非常投入 很想要在场上面一试风采 没错了 因为他们的确的确准备太长时间了 这么长的准备时间 一个人其实是 或者一个团队是十分压抑的 他们需要把这种压抑在战场上面 宣泄出来 也谢谢Dobo Master 给他们这个舞台发挥了 好的 我们基地也合上了装甲板 等待最后的比赛开始 同方海星中学对于南方广大中学 5 4 3 2 1 比赛开始 好的 欢迎回来 本场比赛由红方海星中学对于南方广大中学 中方的步兵机器人也是把握第一时间补充弹药 对 我们一开始 比赛一开始呢 有400发弹药的充足 足够我们的步兵机器人吃饱了 只是我们看到第一下步兵机器人 好像补充弹药方面有点对不准弹仓 好像没有成功的补弹到 我们看一下这边自动操控的 宏方工程机器人要 起码他动了 比之前有所进步是吧 30秒之后已经准备开始进入手动阶段 马上两台广大中学的工程机器人出动了 对 老虎不发威影 当我Hello Kitty吗 当我Hello Kitty 但是我们之后看到 另外一台工程机器人也赶上来了 3号的海星中学的工程机器人 好像但是有点后退 现在我们场上资源岛的中间 我们的红蓝双方的工程机器人 发生了一点点纠缠 大家踢足球 都在试图阻拦对方 而不是直接的取代 对 他们四个在场 在抢一颗炸弹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打法 但是我们看到工程机器人的同时 我们不要忘记 下面的步兵机器人 步兵机器人 蓝方的两个步兵机器人 来围攻红方的一号步兵机器人 一号步兵机器人 现在的血量非常的难受 只剩一半不到了 只剩一半不到了 看我们蓝方能不能乘胜追击 拿下一旋 我们红方也是通过灵活的走位来躲避 一号机器人先战略性撤退 没错 这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打法 我不跟你硬碰硬 但是这个时候火力反而是集中在二号的步兵机器人上面了 现在 我们一号机器人果断去补蛋了 等我吃饱喝足再来收拾你们 我看到双方的工程机器人在取单上面 终于成功了 难道这种机器人再一点点就翻车了 来一个漂移 这是我们秋明山赛道吗 秋明山赛道还好救得回来 没错没错 过得了就脱海 现在比赛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红方工程机器人一直在阻拦 不给他们丢炸弹 不能来我的基地啊 不能来 另外一方 蓝方的三号机器人从另外一条路 成功丢到两个炸弹 现在三号的工程机器人也丢了到三颗炸弹 应该是超过五千点的血量了 没有错了 是六千点的血量 机力无敌防御状态解除 之后步兵机器人看起来 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做出攻击呢 现在他们的基地是门户大开的 我们看一下蓝方的步兵机器人 能不能有一点输出 我想是有点危险 因为现在的双方步兵机器人 还是存活的状态下 我是想看蓝方的步兵机器人 是不敢默默然进行攻击的 但是红方的步兵机器人的血量 是比蓝方要低的 我们看到这个红方的 有一台工程机器人 吊车了 对 也是因为一个重心的问题 然后在资源岛附近给翻倒了 翻倒了 我们的红方步兵 一号血量十分危急 果然再次阵亡 南方拿下一血之后 现在优势就在南方的广大中学这边 对 我们的胜利的天平 我自己感觉已经逐渐向广大偏移了 而且红方有一台工程机器人 应该是没办法救回来了 我相信 是 那个已经翻倒了 我们看一下 我看到南方有一台工程机器人在地下的基地上面 南方再次对红方基地持续进行输出 而且步兵机器人 步兵机器人这个时候也对红方的基地进行输出了 对 我们听到了清脆的击打了装甲板的声音 我最喜欢听到这个声音 记得令人十分爽快 十分爽快 只见还剩下1分30秒 现在的优势在广大中学还是满血的状态 两只步兵机器人都直接对对方的攻击 我们的红方步兵二号机器人 虽然他血量非常残 但是他也是以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自己的基地 我们看到第一四角的时候 红方的步兵机器人非常勇猛 非常勇敢 用身体来挡住基地 没办法 基地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基地 那么现在比赛还剩下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红方要抓紧了 最后4250点的血量 看一下这台三号的工程机器人 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攻击 南方一号步兵机器人 也来到对方的机器前面 应该准备要进行攻击了 瞄准好之后 回头 不打 红方再次来到自己的基地附近 与两个步兵机器人缠绕 我看到这个红方的步兵机器人非常勇猛 一台挡两台机器人 没错 勇气可嘉 弟兄 勇气可嘉 直接不给你 我们的红方三号工程机器人 因为危险的规则 然后被我们系统给罚下了 现在场上的机器来说 对于红方十分不利 最后五四点学量恭喜南方 恭喜南方广大中学成功拿到第一场胜利 好的 我们再次恭喜南方广大中学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情况有点一面倒 刚刚那个情况 我觉得可能广大中学是早上打完比赛 然后心里有口气 然后下午就得把那口恶气给出了 首先海星中学在下一回合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程机器人掉线的问题 没错了 我们看到南方广大中学的基地血量依旧是满血 而伤害量也是以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我甚至也算不清楚这个倍数的关系了 这个倍数的关系 其实我看到广大中学其实丢了12颗炸弹 对对方的基地上面了 没错 已经造成一万两千点的血量 从来三千点的血量应该就是步兵机器人造成的 没错 没错 我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步兵机器人其实还可以撑得住 只是南方的那个步兵机器人太准了 直接把对方的一号工程跟步兵机器人击倒 应该 这是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危险 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比赛的走势 对 如果在那个位置翻车的话 翻倒的话 有可能会另外一台工程机器人都会翻把 也过不来 对 也过不去 这样情况就很尴尬了 其实这一场比赛呢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 我觉得红方应该将自己的有声力量 更多地保存起来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最后呢 红方只剩下一台步兵机器人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情况还是非常勇猛的 一个挡两个步兵机器人 对 那个红方的二号步兵机器人 给我们十分深刻的印象 能撑就撑 好 现在我们请求一个三分钟的技术暂停 应该是要维修一下 刚刚的那个工程机器人的问题了 是的 现在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清理一下场地 那我觉得海星中学下一局比赛呢 首先我觉得第一要素就是保存自己的有声力量 反正比赛时间有五分钟 我们慢慢打 我们打持久战 我们不让寡大中学那么快地来进过我们的基地 跟他慢慢耗 跟他慢慢耗 首先要在资源岛上面取得一个优势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海星中学在前三十秒的时候 其实是发挥得很不错的 可以到达第二个阶段的那个check point 没错 因为在资源岛附近的争夺 一点副兵之间的对打要长一点 不管是身法还是取达弹的技术上面 其实都很讨厌操作手的操纵能力 没错 没错 而且面对对方工程机器人的包围圈 你还要想办法如何突围出去 也是那句 我们在上帝四角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就是在操纵手的操纵视觉的时候 我们第一人针视觉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对 要凭自己的智力与脑力 尤其是对于工程机器人这个 我们不稳定因素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它考虑进去 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 南方的工程机器人 差一点要摔倒的时候 没错 操作手临时把它救回来 对 我们南方还是要小心一下这个问题 有可能啊 就是因为 速度过快 对 速度过快 然后又是因为下桥 有一个急冲的一个过程 导致重心不稳 对 我们这个场地的设计上面 其实就很多的斜波 如果在斜波上面没有把握好的话 很容易就会翻倒了 对 我们这个斜波的设计 也就是为了考验 更加地考验这个机器的性能 还有操作手的操控能力 没错 我们时间技术暂停已经完结了 最后调整阶段还剩下2分15秒 看到我们海星中学的同学好像有点开始在商讨这个战略了 对 因为我们BO2的赛事一切皆有可能 输掉第一局并没有关系 我们重新再来 最重要的是有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 谁给你的勇气呢 梁静如给的 我们刚刚看到可能是上阵月给的勇气 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最后这个步兵机器人 就勇气可嘉 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 最后我一定要采访一下我们 红方二号步兵机器人 是谁给你的勇气 择己为人的一个概念 没错没错 希望他这种精神能够感染到他的队友吧 对 反正我们看到其实刚刚我们广大中学的步兵机器人 其实对我的印象来说的话 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因为毕竟在那个双方步兵机器人移动速度那么快的机动性情况下 要拿下一血 要对对方造成的击杀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没错 但是他们还是做到了 将对方一个步兵机器人给围住然后击杀 要很考验那个操纵能力 跟那个瞄准的那个射击能力 是 射击的精准性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因素 因为在第一视角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直在移动的对手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死靶子 所以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学校都把对方的步兵机器人 首先进行击杀之后 再慢慢地去对方的主宝进行攻击 就是因为如果我静静地站在主宝前面 进行攻击的话 很容易会被对方的步兵机器人击倒的 没错 没错 这是也是一个战略选择的一个问题 这个这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了 那么离比赛开始 还有最后的40秒钟 双方已经回到了操作间 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好 要接受第二场的那个比赛了 海星中学有没有办法挽回一场 还是广大中学会直接2比0领先呢 其实我觉得双方还是都会有机会的 刚才虽然是广大中学赢了 但是我觉得海星中学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发挥的很不错的 对 发挥的是很不错的 如果撇除刚刚最后工程机器人掉线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其实海星中学是很有机会的 没错 我希望海星中学在第二局的比赛 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新的东西 加油 双方第一比赛开始还有最后的8秒钟 同方海星中学 蓝方恍大中学大战一触即发 5 4 3 2 1 比赛开始 好的 欢迎回来 本场比赛依旧是 红方海星中学对阵蓝方 广大中学场上比分 1比0 广大中学领先 双方的步兵机器人马上也是进行普及弹药 但是我们看到步兵机器人 好像红方有一台步兵机器人没有动到 但是这个红方的这个4号工程机器人很厉害 已经直接到达了中间的资源区 对 因为它是一个自动操控 自动地来到了资源岛的附近 非常优美的一个设计 直接把那个自动化的时候进行那个 对 它应该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到手动操控的阶段就马上开始取弹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差一点点又翻倒了 但是没事成功救回来的时候 但是这个情况下 蓝方的步兵机器人已经赶到了 中间的资源区的现场 进行弹药的补击 对 还是浪费了这一点点先机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1号的步兵机器人有没有办法 一个打两个的 好像2号的步兵机器人没有动到 为什么我们红方的1号步兵机器人一直停在原地不动 它血量已经十分危急 果然 蓝方拿下一血 蓝方的步兵机器人直接把对方的1号步兵机器人击倒了 比赛仅仅过了一分钟 红方的机力已经解除了无敌防御的状态 广大中学那个步兵机器人的操纵手果然是很厉害啊 直接现在就直接对第2号步兵的机器人进行攻击了 对 现在压力又回到了我们红方的2号步兵机器人 他再次和对方正面交战 2号步兵机器人这时候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一个打两个呢 我们的视角也是给到了这位勇士 真的是一个打两个 一个打两个但是非常难走啊 面对两支炮台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 他是一直往前冲 一直开始发射弹药的 而且我们看到血量来说的话 真的是2号步兵机器人对于蓝方的步兵机器人 是有击倒的伤害的 这边我们蓝方成功地将炸弹投放到了海星中学的基地 造成2000点的血量伤害 比赛还有3分10秒钟的时间 对 在工程机器人在努力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步兵机器人一个打两个的时候 并没有落后啊 并没有处于下风啊 反而是越战越勇哦 我们看到 看一下我们的红方2号步兵机器人 能够再给我们什么样的精箭表现 精箭表现 这时候是一个打两个的时候 真的要靠选手的操作能力了 是的 这个时候其实选手的内心 其实应该是十分紧张 但是我们听到清脆利落的声音的时候 就是发现我们2号步兵机器人果断的不跟你打了 我们直接攻击主宝了 对 这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战略选择 对 打到了500点的血量 因为它的射速 我们步兵机器人的射速还是很快的 一秒钟可以打出两发弹丸 也就是100点的伤害了 对 倒是已经造成了1500点的伤害了 加上那个炸弹的伤害 直接对到核心轰炸区 核心轰炸区 另外加了三颗炸弹吗 有没有办法直接往结束最后比赛来 这个时候还有400点伤害 步兵机器人努力地进行攻击 有没有弹药补充 还有250点伤害 还有三颗子弹 有没有办法继续 最后三发子弹 慢慢地赶回来 有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们恭喜蓝方 好了 再次恭喜蓝方 广大中学 十分勇猛的表现 十分勇猛的表现 而且他们战术非常明确 就是一开始两个打你一个步兵机器人 之后我们虽然被红帮的步兵机器人 缠住了一下 但是最后我们果断撤退 直接进攻对面的主宝 造成了几千点的伤害 对 因为蓝方自己的激励 它是有一个百分之百防御能力的 它不怕被攻击 而红方已经被解除了 这个无敌状态的 是的 配合这个工程机器人 直接把大弹丢到核心轰炸区 我们看到只丢了9颗的大弹数量 已经造成了一万几千点的伤害 对 因为它一开始 是丢进核心轰炸区 然后后面又丢进了普通的轰炸区 所以是有配合的 加上步兵机器人 这个配合 直接对对方主宝击打 那同样这一场的十分亮眼的表现 是来自于红方二号步兵机器人 一个打两个情况 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合作的 我们一开始一号的步兵机器人 为什么站在这里 完全力不动 可能在技术上 可能操纵上面有点问题 可以可能技术上面有点问题 我看到这个画面 是工程机器人 直接把数颗的大弹丢到核心轰炸区 没发两千点的伤害 自命击倒 这个时候我们一号的步兵机器人